個人是反對司法沒有一致性 司法應該是公平的 他應該是被每個人信任 不管大官小官甚至老百姓都可以辦這樣才對 所以台灣民眾黨是反對特徵組的 主席那怎麼看副官小商要提就所謂的在與特徵組 特徵組一樣我們在去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是持反對態度 為什麼你知道 法律應該有它的一致性公平性 沒有說大官要另外一群人來辦 這樣才告訴老百姓說有些大官是辦不了的 要特別去辦 我個人是反對司法沒有一致性 司法應該是公平的 他應該是被每個人信任 不管大官小官甚至老百姓都可以辦這樣才對 所以台灣民眾黨是反對特徵組的 消費就好 響出北